已经开始了 来 我们线上的观众应该已经等很久了 我们刚刚火箭双女101呢 大家都在彩排 然后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心地坐在这里了 我们先跟线上的那个粉丝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们是火箭双女101 我们也知道大家为了这次的发布会 准备了很长的时间嘛 然后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概还有两个小时 大家心情如何 可以从亚敏我们开始讲一讲 很激动很期待有点小紧张 亚敏说的对 我们也觉得 我们还要默契 对对对 是 非常好 然后咱们这次这个撞这首歌的话 然后大家也看到现在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好嘛 如果有下一个下一首歌的话 大家想尝试什么样类型的音乐呢 有没有一个期待 其实风格已经超特 这个还酷 那咱们一个个说一下 亚敏先说 我其实因为在节目里面一直都很酷很帅嘛 其实我也想稍微走一下 可爱的啊 我们不知道 就是那种 浪漫 有没有WiFi 下去 那种浪漫一点的或者是性感一点的 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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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 但是我不能走 你确定你性感的OK 我喜欢 17岁的大J 但是我不行 哈哈哈 对 其实 希望下一次的我也希望就是酷帅啊性感之类的 那你之前是什么风格 之前啊 都有走过啊 所以我就跟随大家 我是一个心情这么随和的人 对吧 我什么风格都想尝试 哎呦 那你之前是什么风 拒绝甜美 拒绝可爱 就要甜美 就要可爱 给她来一个 然后现在要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呃 弹幕上在问为什么伞妮没有来啊 然后因为伞妮可能现在在还要舞台上进行别的一些彩排的部分 所以大家这一次呃 下次我们跟小七在下一次 然后呃 之前大家都会发现有投票 就是你们有对给自己的团粉进行了一个投票嘛 然后投票叫草粉 想知道大家是谁哪几个人投了这个名字 然后为什么 我也有我也有 草粉是吧 草粉 哦就是全员都投了草粉这个名字对吗 我觉得这个非常形象生动 那当时有没有有点小的啊 犹豫不决哪个名字 说这个也比较好 那个也比较好 还一致通过 草粉和炒饭嘛 他有个小宇宙我也买 有个叫宇宙的 卫星 卫星对不起卫星 因为我们是火箭嘛 所以有个卫星 我当时还选了这个 就是三文元 就是我选了 就 草粉跟炒饭 对 呃就是因为就是有在网上看到大家叫我们火哨 对 所以火哨火哨叫多了就变成炒团 然后呢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就叫草粉 嗯 就挺形象 对 那平时现在我们所有的团员抽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最多的话题是什么 抽在八卦 哪有我们很震惊的 我们每天都在聊工作 然后在聊学习 在群里的话 应该每个人的眼神 嗯 多天是谁说 就是十一爬到了自己的背上睡觉 在做什么时候 什么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私底下什么都会聊 就是我们该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聊工作 然后私底下的话就是 就是也挺就是聊挺隐私的话题 这个不能告诉你 哈哈哈哈 就是笑你的秘密 嗯 你们呢 你们觉得呢 诶 17岁的大君 你喜欢聊什么话题 我吗 八卦 什么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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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瓜 吃瓜 这吃瓜 当个吃瓜群众就好 或者是说聊什么 娘娘 啊 啊 我们最近一直聊的是一部剧 一部剧 对我们最近很爱看工作剧 哈哈哈哈 你们都懂的哈 哪里都是那个声音 你们都懂的哈 对啊 还有就是聊最多的就是吃 好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爱好出来 就除了看这些 新的爱好 新的爱好 对 可能就是睡觉吧 我希望 哈哈 最近老是缺觉 我希望就是有多一些的时间 让我们去做我们自己的爱好的事情 想游泳 对 就是想忙完这阵子就休息一阵子 然后 先不游啊 天气就不能允许你游了 可以泡温泉 我作为一个南方人我真的很爱牛游 我刚刚以为你游泳 游泳 其实我希望就是可以有一些户外活动 就是比如说 一起去找吃的 野外露营 对 野外露营什么之类的 生 生存挑战 因为我们之前都知道在腾讯视频代言人的时候 大家尝试了一些小小的